好,那稍微来了解一下这个Jim Weaver的这个相关承受 那其实Jim Weaver是一个什么的 网页设计人员跟网页开发人员 与视觉设计人员的一个理想的工具 它这个软体的设计主要就是要针对这些工作人员 然后让他们有效率的设计开发跟维护 为标准的基础网站应用程式 所以主要有这些人,比如说你将来要从事这些工作的话 视觉开发,然后能够有效率的设计开发维护 然后并且去管理这个网站 管理网站,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 这一个,另外它提供了一些操作环境 让我们比较可以轻松的去设计网页 那接下来的话来看一下操作环境的介绍 它的画面上面各位可以看到 分成,各位可以看到1,2,3,4 从这边1,1的话是上半这个部分 那这个是一个功能表列 那里面的话有相关的这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分别是哪一些 它的作用是有哪一些 里面的话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将来各位在开启的时候呢 应该都会看到上方 那我们的相关功能表列都会放在这里面 所以等一下各位可以把这上面的功能表列 稍微按一下,了解一下里面有哪一些功能 那将来呢,我们在做证照考试题目的时候呢 你要找到哪些功能,要在哪一边 另外的话呢 第二的部分呢是指的就是说相关的面板 那它是以面板的形式来呈现 所以将来这个面板呢,你可以收折 那收折的话旁边有那个箭头 你可以按下去,它这个地方会往这个地方收折 你再按一下它又会把它展开来 那里面有相关的这个所谓的面板 那面板里面有哪一些功能呢 其实都可以让你自己去制定 那再来的话呢,这个三的部分呢 将来网页,各位可以看到上面 它用一个有点像Excel,Excel的那个工作簿 活跃簿的方式 如果你开一个新的网页,它会在上面又多一个 又多一个 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上面的这个讯息 那另外各位也要注意一下说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网页的名称 网页的名称 如果没有命名的话,它会给你一个预设的名称 那旁边,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信号 对不对 这边有一个信号 那这个信号表示说,如果你做完网页设计之后 如果没有存档的话,那这个信号会存在 所以大部分呢,必须要把它储存 储存完毕之后才可以看到正确的效果的话 那你要确定看到就是说这个信号不见 OK 然后其他的话还有像第五类的部分 将来你在开启的时候呢 这边有一个这个等于是设计模式的切换 那比较建议你可以先从设计开始 所以将来固定大概就是用那个设计模式就好 那分割的话就是说,它可以帮你把它分割开来 上面是你看到的视觉的网页 下半部什么呢?下半部就是程式码 那最后如果你切换到程式码 就会只显示什么?只显示程式码 那不过这个部分的话,当然越往左边 这个程度要越好 不然很多同学这个程式码看不太懂 OK,那这个就是中间就编辑画面 那另外呢,各位可以看到7的部分 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这个里面的程式码的主要的那个标签 那一般呢,如果说你不用程式码,你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它会给你的一些辅助的讯息在底下 OK,那8的话底下有个面板 这一般的话就属性面板,在底下 OK,那再来我们有一些相关的工作配置 我想这个底下我们再来根据实际的状况来做调整 当然它这里面呢,有所谓的配置方式 所谓的工作区的配置方式 会可以依据什么?不一样的使用者 比如说那它是美工人员 它可以用美工人员的这个配置方式 那如果程式设计师的话呢 也可以用程式设计师的配置方式 那这个设置的方式的话呢 可以在那个工作区里面做设定 这个部分我等一下也会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OK,那这边的话可以看一下 在这边有一个按钮 就我刚刚所讲的 有一个按下去 那预设的话呢 如果你不动呢 那基本上它会有预设的环境 可是呢你也可以做切换 比如说你是设计人员 设计师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边更改一下 更改一下这个工作区 不一样的人 可以有不一样的工作区的显示方式 其他的话 再来呢 网站的开发流程 那特别注意呢 将来那我们 后面一直到其中考试 就是用那个 证照考试啦 那将来呢 主要是让各位学习 你学完这些之后呢 要可以建置自己的网站 那建置网站的话 当然了 绝对不是说 你自己有什么满腔热血 比如说你想要弄一个什么 文学新的网站 那可是问题 你要做什么 很重要 不是满腔热血 勇往直前就可以达到目的 必须呢 事先做一些妥善的规划 妥善规划 OK 那这边有哪些的规划流程 这里的话呢 我们大概可以来看一下 一般的话呢 会分成三个时期 如果将来各位 你们几个同学 想要真的是弄一个网站 给大家使用的话 那主要呢 在分个三个时期呢 主要是 第一个是规划期 施工期 跟维护期 那一般讲起来呢 规划期以前呢 是还没有开始去做设计 只是构思的阶段 那这个构思的阶段 就是说你还没做之前 你要先想清楚 你要做什么 那你的主要的工作内容 是什么 在网站的主题的设定 特别注意哦 这个主题的设定很重要 比如说你这个题目 你也不能太大 你太大的话 将来你这个网站 会做到真的是 没有办法收尾的阶段 所以呢 比如说你今天 想要做一个文学性的网站 有关小说 那你不能就全部做小说 因为小说太多 你可以做什么 现代小说 OK 那现代小说 又有很多人 对不对 那你可以做其中一个人 比如说我刚刚讲 比如说张爱玲 张爱玲的东西有很多啊 那你又做不完 那你可以什么 张爱玲的哪一类的小说 也是可以 那再来的话呢 你接下来就是做一个 内容的规划 跟资料的收集 因为你规划完毕之后 你没有资料啊 那你不能做 所以呢 你要先把这些资料 收集起来 里面包含就是 第一个文字 第二个影片 第二个是照片 第三个是影片 诸如此类的 这些相关的资料 你要去把它收集到 那第二期才是真正的施工期 就是说你真的设计 那我们ZenWeb软体呢 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呢 发挥效用 那里面的话包含什么 网页的制作 测试 跟网站的上传 推广 那这个上面的部分 是这样子 那另外的话呢 你要去 比如说 针对这个网页里面的 元件去做制作 包含文字 图片 甚至写一些程式 音效等等的 那最后呢 你还要知道说 你要把你的网页放哪里 所以呢 必须要有个网页空间 那看看学校有没有提供 如果学校没提供的话 你恐怕就是要在 外面去租用一个啦 不过现在免费的空间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少了 你能放的地方 其实越来越有限 然后把它上传 那做一个推广 那推广也很重要 就是说 要让人家知道说 你有这个网站的存在 那有方法很多啦 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 Facebook 现在Facebook最快了 你如果有朋友 你直接传 朋友应该都可以直接看到 OK 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后面的部分 那刚刚提到 有关规划期 规划期就是你要先清楚说 到底你这个网站的主要内容 主题在哪里 让这个部分稍微看一下 那尽量去搜集 跟整理资料 那搜集跟整理资料里面 包含要哪一些东西 其实尽量去找到有关 无论是平面文字 或者好玩的图片 各式各样不同的媒体 都可以是搜集的对象 那这边的话 建议可以上各大热门网站 去观看 看看呢 参考他们的配色 其实网站的配色非常重要 好的配色 好的架构 主题动画 可以去参考别人的东西 然后呢 但是现在网站 充斥很炫的这个flash网站 那但是呢 其实这些 有的时候不见得适用于你的网站 因为很多其实它是商业 商业为主 那你就尽量呢 可以做一些差异化了 不见得要跟人家完全一模一样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搜集之后的话 要建立网站 那建立网页的这个架构图 也就是说一个网站基本上呢 它的基本的架构图 你要很清楚 一进来 人家一定会进到哪里呢 一个首页 那这个首页名称 也许这个网页叫index 也许叫default 在我们这个 Dream World它的首页叫default.htm 的一个网页 那进到里面的话呢 它会有一些架构 比如说连到哪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的小窝啦 我的作品啦 与我联系 我的档案 那这里面又有很多个连结 你要把这个架构图呢 先很清楚 大概简单化一下也可以 那或者是说 你有很多同学一起做的话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你也可以跟他们讨论 把这个架构图画出来 那再来施工 那怎么去做 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可以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Dreamweaver 或者是像那个 Adobe其他软体像什么 Firewalls 可以你 不只是说呢 只是用Dreamweaver这个软体 因为Dreamweaver主要是做网页设计的 那其他有关图的部分 恐怕你们还是要去学习 像那个Photoshop这样的软体 因为有关那个图的部分的处理 Dreamweaver这个软体还是没办法处理 甚至还有像什么Fireworks 或者像什么Illustrator 等等的相关软体 那这个相关的软体的讯息呢 各位可以参考Adobe的网站 那再来的话就是网站 制作与测试 测试部分的话 这个基本流程 反正我们这个课程里面会再讲解 那再来的话有关于那个空间的取得 我不确定说 各位那个学校有没有给你们 一些空间放网页 没有 没有的话 那你们可能要去找一下 那其他网路 那个网页空间 你们大概 或者自己再Google一下吧 在前面加个免费 免费网页空间 看看有没有相关的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要 就是可能就要付费 那网站的上传 你做完网站之后呢 当然Dreamweaver也提供了一些功能 可以帮助你上传这个网页 OK 那网站的维护等等的 维护期 那这部分的话当然 一个网站 要能够 经常有人光顾呢 最重要就是说 你要把它怎么样呢 尽量维护得很好 而且最重要还是要什么 不断的更新 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 好 那其他的话 这边 我想这些后面的部分呢 各位稍微看一下 草图的建构啦 规划的方式啦 因为这部分比较牵涉到 一些细节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使用这个Dreamweaver软体 第一步呢 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就是 第一个 要看到上方有个功能表 的一个功能 叫做网站 网站里面呢 那如果说你要建立 第一个新的网站的话 它有个功能 就是直接新的网站 那如果你已经存在的话 你用管理 那这个部分呢 比较 对一般来说 比较不容易的地方 就是说 它不像像Wordesail 直接点两下 就可以把网站 把一个档案开起来 它是要管理一个网站 那一个网站实际上 就等同是一个资料夹 一个资料夹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 要稍微了解一下 其他这一个 档案的管理面板 这个后期我们再讲一下 那到时候的话 你开起来一个网站 在你的右下角 Juneweber的右下角 会有这些功能 包含就是说 你的网站的名称 或者相关的功能 那上面的话 是在本机或者远端 另外还有一些 其他的相关功能 我想我们后面用到的时候 再来跟各位做说明 好了 OK 那其他 删除功能 到时候我会教各位 怎么样在那个网站里面 新增新的网页 或者删除网页 那这边 使用的方法 其实跟 在其他的那个软体类似 就是说你要慢慢去习惯 它跟Adobe系列的软体 也差不多 差不多 这部分我想 细节部分 各位稍微看一下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就直接来看 sample会 会比较清楚一点 OK 好 那这边的话 相关的范例 请参考 这边 这个 PowerPoint的这个简报 我是把它 变成一个PDF档 给各位参考 好 那等一下的话 请各位 先准备好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要用的这一个软体 这个JuneWeb的软体 那把这个软体打开来 第一个 打开来这个软体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各位的那个下载下来的 这个题目 今天要来看102的题目 102 那这个102 里面有规定一些东西 那我们等一下就一个个来看 这个题目在这个地方 102题 总共会需要 要我们做几项事情 要分别把它完成 这些 那这个部分等一下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